庄主叫我们来 到底有什么事 一会儿就知道了 庄主到 见过庄主 诸位请坐 既然叫我们来 也不是什么事 稍晚不走 昨晚三更 苗河镇东城发生爆炸 炸死十五人 炸伤三十九人 烈火山庄客房 亦同时发生爆炸 庄主天身侍女 不幸深魔 我庄弟子 共有十二人住上 你什么人敢的呀 这不是呀 何人不说连呀 都是些无辜的人 李大总管 你可知这是何人所为呀 是呀 两日前 雷惊弘来到苗河镇 随行弟子共十八人 写待大量火器 并且 昨夜雷惊弘 偷袭我山庄之事 我曾与他交过手 我是任正 又是李晶弘 不会吧 一堂主 你说你昨夜 与雷惊弘交过手 属下昨夜 向庄主禀告过此事 庄主忘了吗 我是问过你 但是却忘了要细细问你 你可肯定昨夜与你交手的人 确实雷惊红 确实雷惊红 昨夜无悦无心 你怎可如此肯定 漫天大火 亮如白昼 我不可能看错 况且 我还有铁证在受 铁证 铁证啊 你拿出来 来人 将雷惊红带上来 是啊 雷惊红 真的是雷惊红 阿弥陀佛 雷施主 昨日夜里果真是你释放的伙计吗 方长大师 这等恶人做恶事 怎么可能会承认 可是铁证如山 这一次他逃不掉 不止这一件 就连老庄主的死 我料着贼子也不敢承认 郁家之罪 何患无辞 杀了他 对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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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老庄主报仇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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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老庄主报仇 为庄主报仇 来呀 杀了 你们来杀我呀 真正的凶手 就会在背后通向 你们一辈子 都不会知道答案的 事已至此 你还在狡辩 不是他 释放火器的人不是雷惊红 因为昨日爆炸的时候 我是同他在一起的 放了雷惊红 我说 放我他 小姐 您是说 你一整晚都和雷惊红在一起 昨夜 我向雷惊红讨教麒麟火雷的用法 那那是不是小姐 记错了时辰了呢 我比你记得清楚 是吗 这个丫头是谁呀 是啊 是啊 你平日里 都干什么活 我是小姐的婢女 平日里负责 伺候小姐 那昨夜 你伺候你家小姐了吗 是的 那小姐在干什么呀 昨夜里 小姐整夜未眠 已在窗前发呆 不时叹息 一整个晚上 是 小姐不睡 奴婢自是不敢睡的 为什么小姐 你整个晚上发呆不睡觉啊 因为 因为 因为小姐似是在思念一个人 谁啊 谁啊 小姐 在思念谁啊 雷少爷 红 哪个雷少爷啊 雷少爷啊 哪个雷少爷啊 雷京红 雷少爷 小姐为什么要思念他呀 因为 因为 说 不 因为小姐是喜欢他 小姐常常说 为了他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雷少爷心中有他 义了 自古女儿多痴情啊 可惜啊 可惜 对 义堂主是看现在气氛过于严肃 所以想要演出戏给大家看 义堂主 有心了 小姐喜欢哪家少年 没与我们无关 但是这是十几条人命啊 可不能轻易地把凶手放走了 好 慕容堂主 属下在 庄主有何吩咐 我随身那两位侍女是谁 爹依和熏乙 那你可曾见过 这个丫头在我身边过 老夫从未留意到 是 既然义堂主对我的私事 如此感兴趣 为何不将我最亲近的丫头 薰衣叫出来呢 把薰衣叫上来 只怕她们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什么话也不敢讲 就算说了 也未必是真的 那义堂主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姑娘根本就不是我的心腹了 她不过是我院子里 打扫庭院的一位小丫头 她既然不是我的亲信 为何我要告诉她我喜欢谁 不喜欢谁呢 所以啊 事问事说这是有道理的 义堂主 下次演戏的时候 考虑得周全心 请皇侍卫 请皇侮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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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真人 与易浪教授 对啊 为什么不说了呀 那就是真的 看定是真正的 对啊 就在讲不了 对啊 那易大总管难道说谎吗 对啊 这 易堂主 你不应该称呼我为小姐 你应该叫我庄主 是 庄主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确定昨晚与你交手的人 就是雷金红吗 属下眼珠 认错人了 这我这就不是 他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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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说什么 你 他就是他 他不得我 这事还是这么为呢 请诸位随友到后山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麒麟火雷的真正释放之法